最後要上的東西叫空氣污染 都是髒東西啦 我們這些什麼煙囪啊 汽機車啊 礦產啊 排出一些有害的氣體層啊 造成空氣品質不良 危害生態啊 影響健康 叫做空氣污染 台灣的主要空氣污染 也就是汽機車所排放出來的廢氣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空氣污染指標 這當初是學美國的 不過美國現在已經改名字了 我們還是沒有改的PSI 你就知道有東西叫PSI 空氣污染指標 然後代表空氣污染的程度 然後呢 這個東西是檢驗 檢驗五個東西的濃度 檢查五個東西的濃度 每一個濃度 一種濃度給一個數字 你就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裡最大的就叫做你的PSI 比如說 懸部微粒是200 二氧化硫是100 二氧化硫是50 一氧化硫是100 臭氧是300 那300最多PSI就叫做300 這個意思 但是這個國中沒有教你 懂得就好了 考試如果會考 會告訴你說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就監測這五個東西的濃度 每個濃度給一個數字 就是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裡最大的就是我的PSI 第一 臺灣的主要空氣污染源就是懸部微粒跟臭氧 這是臺灣的主要空氣污染物質 第二 什麼叫懸部微粒 去年財經拍了影片之後 大家對他就非常注意 對國中生而言 就把它想成灰塵就好了 就把它想成灰塵就可以 就是一些渣渣細細的東西 那麼現在呢 有一些第一 為了從去年財經拍了影片之後 現在臺灣有些地方會掛空污旗 告訴你空氣污染的程度 然後很危險或幹嘛 你就最好不要出來活動或如何 好 然後我們傳說教育部 想要放空污漿 就是太嚴重了他就放假 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只有嘴巴縮縮而已 沒有放過 沒有放過 OK 那麼 就是有個空氣污染指標 然後就背一下 考試一般老師考這個 五十以下叫做良好 一百以上叫做不良 一般老師考試考這個 怎麼樣叫良好 怎麼樣叫不良好 背完就沒事了 背完就好了 就把它背一下 五十以下良好 一百以上不良 把它背一背就OK了 沒有什麼特別 OK 背 好 沒事 然後呢 到底有哪些空氣 或者是一氧化碳 好 我們講過了 碳燃燒正常什麼 二氧化碳 氧不夠就變成 一氧化碳 它有毒嘛 每一年冬天的時候就會發生意外 一洗澡洗一洗就不見了 那再就掉了 就是因為 門窗密閉啊 氧氣不足啊 燒出氧化碳啊 就再建了 OK 氧化碳 就有害 然後它還會形成酸雨 它會形成酸雨 它會形成酸雨 以後會焦 以後會焦 好 再來就是這個 我剛剛講過 它本身就有害 本身就會引起這些呼吸道的問題 好 然後 它溶於水會形成酸雨 它溶於水會形成酸雨 好 所以 所以 那我們會在國山的地球科學 再跟各位講一次 酸雨 各位會講一次酸雨 好 然後到前面一些問題啊 看一看 目前就看一下 欣賞一下 到了三年級地球 我再來問 再來問 OK 我再來問 酸雨 好 再來就是剛剛講過 那個玄不為例 我說過的 國中層 就要當作叫做灰塵啊 但是你要細說 當然就不只這樣 還有什麼PM10啊 什麼之類的那東西 麻煩 不要理它 灰塵 它那個空氣中飄了一些渣渣 就造成所謂的烏煙 瘴氣啊 那個燒煤啊 那個煤燒乾淨 有些煤的灰啊 然後空氣又霧霧的啊 髒髒的啊 挖鼻子挖去一些黑黑的東西 那種這樣子啊 這樣子 烏煙臟性 烏煙臟性 不是這樣子 看一下 知道它會造成這個結果 就好了 那怎麼辦 第一個就替代 用那個污染比較少的 我們之前有推什麼 瓦斯溝車 瓦斯計程車 為什麼 因為瓦斯就是假碗 燒炸就兩個碗月 二氧化蛋跟水 沒有其他的髒東西 所以比較乾淨 用比較乾淨的 減量 好 就是 少用一點 然後大家都去做大眾的運輸系統 這樣的話整個平均的污染量就會降低 污染污染量就會降低 OK 搞有效的運用的東西 比較好的引擎啊 比較好的運用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想要把髒東西拿掉 比如說 煤已經拖流 沒拖完流之後 燒出來就不會有流氧化物 不會有流氧化物 或者是呢 我們就是無氫汽油 讓你們氫含量減少 讓它就是少一些壞東西 再來就是不要讓它進去 比如說 我們的煙囪裡面有個靜電集成器 就把那些渣渣都吸走 那個渣渣就不會跑到空氣裡面來 那麼現在的汽車都有個觸媒轉換器 觸媒轉換器呢 就會去善於吸收氣體 讓它再發生反應 所以本來是不好的 進去再作用 就變成OK的 就把它排出來 可是這個觸媒轉換器上面有個白晶 所以它不可以用有氫汽油 因為氫會蓋住那個白晶 讓白晶的吸的氣體的功能失效 俗稱叫做中毒 所以 為了要使空氣清新 請用觸媒轉換器 為了要使用觸媒轉換器 請使用無氫汽油 請使用無氫汽油 這叫做不要過去 這就是我們的一些防治的方式 就簡單看一看 欣賞一下就好了 平常考就考那個PSI了 考到PSI 什麼50以下良好100以上不良 背一背就好了 那其他一些小東西 我們都是以後 在異科的時候會再跟各位說 OK 小倫有人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